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期待已久的暗黑破坏神四平衡补丁来了 对每个职业都做了加强 但大多数变化都是针对等级提升的体验 而非最受欢迎的默契游戏构建 本次节目带来的是游戏公司和玩家们 对暗黑破坏神4103补丁的解释和评价 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有关这次更新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修正游戏中一系列的bug和游戏设定的调整 第二部分是游戏中各个职业的平衡性改动 我们先来看一下职业平衡性改动吧 这次游戏中五个职业的平衡性改动怎么说呢 就算是一个动态平衡性调整吧 全职业都加强了 那就等于还是维持住原先的游戏平衡 当然也不能说这种调整一点作用都没有 毕竟在刷怪体验上感觉会稍微好一些 比如说增强了大部分职业的基础技能伤害 以及产生的怒气啊等等的能量 还有呢 还对目前玩家使用较少的一些技能 做了稍微的优化改动 提升了一部分伤害值 或者说降低了一些冷却时间等等 这些改动确实会使您感到刷起怪来 要顺畅一些 在暗黑破坏神4103补丁说明中 许多增益效果都提高了每个职业的基础和核心技能的有效性 例如野蛮人从四项技能中选择起步 现在所有这些技能都将造成更多伤害 并产生更多的怒气资源 用于发动强力攻击 同样 死灵法师可以从远程鼓励攻击中产生更多精华资源 这应该会减少使用昂贵技能之间的停顿时间 换句话说 每个职业都应该更容易产生 并使用其所需的资源 在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中 最糟糕的事情 就是不断听到我没能量了的声音 因此暴雪公司试图在你获得最终游戏装备之前 让早期的游戏体验变得更为强大 这些变化不会改变基础技能和核心技能之间的基本关系 但我们希望它们有助于停滑等级提升体验 同时探索进一步加强它们的方法 暴雪公司在有关职业变化的评论中如实说 那么再来说说 1.03版本补丁修正的bug和游戏设定的调整的问题 这个补丁修正了一大堆的bug这是好事 但是对于玩家来说 不见得产生多大的影响 有利于玩家的bug被堵死了 不利于玩家的bug修复了一些 还是维持相对的平衡 而且旧的bug修复了 新的bug还会产生 修复各式各样的bug 这应该就是游戏公司的日常 没啥好说的 那么接下来看这个游戏设定的调整 这里经验值的大幅度提升 是比较重要的一块 大幅度提升 完成梦魇地下城副本的经验值 以及里面乖无的经验值 开启地狱狂潮宝箱 也有额外经验值 完成每一个地狱任务 有提升经验值 主线通关任务 也有提升经验值 地狱狂潮首领会更稳定地掉落更高品质的物品 还有就是 玩家可以通过地图 直接传送到噩梦地下城 世界boss宝箱的开启 不再需要有等级要求等等 别看这些改动不大 但也实实在在地改善了 您在游戏中的生活品质 我感觉这个补丁似乎专门针对暗黑破坏神四的第一个赛季 该赛季将于下个月开始 并要求你升级一个新角色 提升等级将是未来每个赛季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1.03版本补丁对升级打怪所需的经验值进行了大放送 有玩家实测 补丁以后打梦魇地下城的经验直接翻了一倍 通过平衡职业属性 提高升级速度和加大刷怪物品掉落 当7月中旬赛季开始时 没有职业应该落后 尽管有上述这些变化 但这个补丁对玩家期待的默契游戏构建的变化 却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 即使是传奇硬和游侠玩家乌迪正 在其直播中阅读这些变化时 也没有感到惊讶 虽然游侠的首要穿新剑技能伤害将大幅增加45% 但该技能对于最佳的游侠构建 并不是非常重要 这些构建只使用核心技能来减少更强大攻击的冷却时间 事实上 许多最受欢迎的默契游戏构建 并不依赖核心或基础技能 总的来说 1.03补丁 离玩家的期望还有明显的距离 主要表现在对游戏中各职业的属性调整偏于保守 对默契游戏构建不够重视等等 对此暴雪表示 正在监控受到广泛讨论的话题 如此灵法式随从的生存能力和构建平衡 以供未来补丁使用 我预计这些变化将在第一赛季或之后出现 以上就是本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收看 也祝您游戏快乐 我们下次见